6月5日,世界环境日,备受关注的河南浦阳黄河支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当日在浦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值得一提的是,该市市长亲自出庭,当原告为黄河支流维权,索赔逾551万元。 公开信息显示,金迪河系黄河下游中摇支流,为玉鲁梁省省界河流。 2019年9月,从山东辽城德丰化工有限公司运输出的270余吨废酸液非法倾倒入金迪河,造成金迪河严重污染,农作物大量死亡,生态环境遭受严重损坏。 案发后,浦阳市花费138.9万元进行应急处置。 随后,浦阳市人民政府作为原告向浦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请求依法判令得封公司赔偿环境损害赔偿等费用,共计551.6万元。 6月5日,作为被污染河流所在地的浦阳市人民政府市长杨清九出庭,坐在原告席,为金迪河维权。 整个庭审历时近三小时,杨清九参与了诉讼请求等法庭程序。 直至庭审结束。 我作为市长代表北洋市民政府参加庭审, 既需要表明对于案件本身的重视, 更需要表明对于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行政。 本案当庭并未宣判,原被告双方同意调解, 法院将另行组织,如达成调解协议,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 若协议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 该院将出具调解书,并将调解协议予以公告。 如调解不成,何一婷将在庭审后对原案作出判决。 本案将另期宣判。 据介绍,本案是河南首例由第市级人民政府为原告, 起诉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其中,参与庭审的四名人民陪审员, 有两名为环境资源生态保护方面专业人士。 那么,浦阳市人民政府, 原何可以作为诉讼主体,起诉一家企业呢? 本案审判长,浦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哲对此做了介绍。 环保法中规定的是, 行政的手段、司法的手段是协同、共同催进的。 在污染事件发生以后, 具有权力、义务的这些主体, 包括社会组织,包括检察机关, 包括我们的政府机关, 都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 分别提起不同的诉讼。 他们的诉讼的法律的适用条件是不同的。 谁污染了环境, 谁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谁就要修复我们被险害的环境。 这也是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企业污染, 群众受害, 最终我们政府来买单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困局。 参与旁听的河南省人大代表姬立强表示, 这是一次生动的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公开课。 这场生态环境保护损害公开庭审, 下卧好,质量高。 也是一次生动的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公开课。 这为我们大多数企业也是一个提醒, 有些红线是永远不能约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